Where to start my next creative project? 在我们的演示环境当中通过本地部署的方式来体验一下这个项目 在我们的演示环境当中 我们现在打开的页面 就是Step Audio这个项目 在GizHub当中的主页 那么我们就能够查看到所有的这些普通源文件 同时在项目的描述当中 我们也能够查看到这两个普通的链接 选择打开之后的话 访问的其实就是模型文件 在Hugging Face网站当中的主页 那么我们就能够查看到所有的这些不同的模型文件 如果我们希望在本地的计算机当中 就完成它的部署和体验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完成这些模型文件下载的过程 然后的话呢 我们又可以重新回到GizHub的页面当中 在这里我们也能够查看到它的一些基本的功能 同时我们也能够查看到模型的链接 下面的话它也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安装的说明 那么就包括创建它的运行环境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就完成它所依赖的这些不同组件安装的过程 那么这些组件当中就包括了PyTouch的组件 另外的话我们也能够查看到 这一个项目为我们提供了推迪的代码 同时的话呢 也为我们提供了Web UI程序 当然在我们当前的运行环境当中 其实依据它的这些不同的应用场景 那么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另外的一个Web UI程序 可以分别的去完成这样的一些不同功能体验的过程 所以在我们当前的运行环境当中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创建新的运行环境 我们当前呢 是一台计算机 其实就是一台Ubuntu的计算机 我们准备在这一台计算机当中 去完成它的部署和体验的过程 所以在这一台计算机当中 我们首先的话呢 就可以去完成运行环境创建的过程 然后的话呢 就可以选择各拢所有的这些不同文件 到本地的计算机当中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选择安装它所依赖的 所有这些不同组件 那么我们就能够查看到 它的这一个安装的过程 其实就已经开始 现在我们就能够查看到 所有的程序安装的过程 其实就已经完成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命令 然后呢 去完成模型文件下载的过程 而在我们当前的运行环境当中 我们已经提前的完成了它的下载过程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命令 去完成模型文件拷贝的过程 把它拷贝到项目的目录当中 所以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能够查看到 这一个模型文件所在的位置 我们选择查看的时候 就能够查看到 所有的这些不同文件 而在我们当前的运行环境当中 为了演示的方便 其实呢 我也已经编写好了一个Web UI程序 那么这个Web UI程序就是我们现在查看到的 这个Web UI程序 我们也可以在视频下方 描述的局域当中 找到这个Web UI程序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所有的这些准备的过程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选择启动Web UI程序 当然在启动的过程当中 它就会帮助我们去完成模型加载的过程 而在这一个加载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能够查看到显存资源使用的情况 现在显存资源使用的情况 还是在上升的 那么在推理的过程当中 差不多会使用30机左右的显存资源 现在我们就能够查看到 它的这个启动的过程其实就已经完整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在这里呢 就可以打开Web UI程序 就能够查看到三个基本的功能 就包括语音转写 语音问答 以及语音的翻译 那么首先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它的转写 所以我们选择上转一个自己的音频文件 接下来的话就可以选择对它进行转写 那么我们就能够查看到 很快的话 它就帮助我们就完成了这一个转写的过程 并且它的转写的准确率其实也是非常高的 如果有需要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查看其中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就能够查看到 其实的话呢 还是非常准确的 当然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 所以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又可以选择论外的一个音频文件 同样选择对它进行转写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能够查看到 很快的话 它也已经帮助我们去完成了它的转写过程 我们也可以选择对它进行播放 就凭空了 它就拿起把小刀 开始雕刻一个人像 刀锋薄锋锐 它的手指 那么对于这一部分来说的话 其实它并不是特别的准确 但是呢 没有关系 我们能够查看到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另外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音频的文件 同样选择对它进行转写 也能够查看到这个英文的音频 它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去完成它的转写过程 那么这个音频文件稍微长一点 所以在转写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能够查看到它所使用的这个资源 差不多就是20世纪左右 重新回来之后我们又能够了解到 需要花那么一点点的时间之后 它才能够帮助我们去完成它的转写 但是它的这个时间其实并不会很久 很快的话 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完成它的转写过程 现在我们就能够查看到 它的这个转写的过程其实就已经完成 所以我们也可以选择播放其中的一段音频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能够查看到 现在的话前面的这一部分并不是特别的准确 其实有可能的话它是把我们的这一段音频 把它放成了一个问答的这种过程 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又可以重新对它进行生成 在我实际测试的过程当中 其实的话它是可以准确的帮助我们去完成它的生成过程的 如果不准确的话有可能是我们的这个提示词 或者的话我们需要重新对它进行生成 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又可以选择这个选项 选择语音翻译这个选项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能够查看到其中的一段音频 那么对于这一段音频来说的话 首先呢我们可以选择对它进行播放 Give m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great wall 那么我们就能够了解到 对于这一段音频来说的话 其实呢它就是帮助我们 要求我们去完成一个长程的描述的信息 所以我们能够查看到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语音 那么这个语音的话我们选择这个选项之后 就能够了解到 现在它就准确的帮助我们去完成了它的翻译过程 而这个翻译的回答其实就是一个文本的回答 而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还能够查看到这个选项 我们同样可以选择这个选项之后 接下来的话 它就会帮助我们去完整音频回答的过程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对它进行播放 请向我简要介绍长程 那么我们就能够查看到 它的回答的话呢也是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说它的翻译的话呢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么这时候的话呢其实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完成 音频对话的这种过程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们也能够查看到这个选项 语音问答的过程 同样我们可以在这里呢选择同样的这个视频 同样的这个音频文件 然后接下来的话选择发送 其他的选项我们并没有对它进行调整 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就能够查看到 接下来的话呢它就会帮助我们去完成它的回答的过程 而回答的时候实际上的话呢也是使用音频的方式回答我们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就能够查看到它的这个过程的话其实也已经开始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查看到它的显存资源使用的情况 稍后的话我们就能够查看到相应的结果 现在我们就能够查看到它的这个回答的过程其实也已经完成 而在这个回答的过程当中其实的话呢我们也能够查看到 那么我们就能够查看到它的这个回答的过程其实也已经完成 而在这个回答的过程当中其实的话呢我们也能够查看到 现在它的回答就是一个英文的回答而不是中文的回答 那么这时候的话呢我们就需要通过提示词的方式 然后呢去设置它使用中文的方式帮助我们去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同样可以选择发送这个选项 那么我们就能够查看到 这时候的话它又会重新帮助我们去完成音频文件生成的过程 那么这一次生成的音频当中回答的呢其实就是中文这种方式 现在我们就能够查看到它又已经帮助我们完成了音频文件生成的过程 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又可以再一次选择对它进行播放 那么我们就能够了解到现在它的回答其实就是一个中文的回答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然后选择这样的一些不同的场景 首先我们就能够了解到它的这些功能的话其实还是非常强大 我们又可以重新回到GitHub的页面当中 那么现在我们又能够查看到它的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说明 那么这些说明当中其实呢就包括了音频的理解以及相应的回答 同时的话呢也包括了语音的翻译 下面的话呢我们也能够查看到工具的调用 同时呢也包括了音频之间的这种对话 那么我们刚才呢测试了几个不同的场景 而对于工具调用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并没有对它进行相应的测试 而如果有需要的话其实呢我们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 然后去揭露其他的大模型 让我们的这个回答更加的精准 或者说更加符合我们的需求 因为这时候的话揭露大模型之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自己的文档 或者是自己的工具 然后帮助我们生成相应的答案之后 再帮助我们生成相应的音频 准确的去回答我们的场景当中 相应的问题 其实呢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我们能够了解到 对于这样的一个项目来说的话 现在呢它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 一种新的选项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转写的工具 其实呢也可以把它作为音频问答的工具 那么在客服类的场景当中 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对它进行一些相应的测试 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那么好今天我们的这一个分享到这里呢就已经结束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希望大家能够点赞并且分享我们的节目 然后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